基隆小吃店相關群聚個案是持續延燒下去 當然還包括向市學校 所以市府特別在這邊設立了篩檢站 可以看到從早上開始人潮陸續湧現 無論有沒有與確診者足跡重疊 未求安心都敢在上班前先來篩一篩 基隆疫情難捉摸除原景小吃店外 還擴及到海洋大學兩位師生 平日一早校園空空蕩蕩 學生踩遠距教學 只是部分行政人員還需到校 會緊張是因為28號下午又有兩位女同學身體不適 一人鼻塞另一人腹泻 體溫37.6度送醫篩檢 經過PCR的檢測以後是陰性 所以現在兩位同學也回到學校 要一人一室做各自休息 校園內臨時篩檢站共採了2664元 但學校有8000到1萬名師生 沒篩完的也可到市府開設的快篩站或醫院專案裁檢 基隆二姓高中累計也有9例確診 目前學校篩完了3194名 市府也下令未居隔的師生 及起連續三天都要做快篩 我們這個二姓學生的家長來我們各區公所領取這個快篩的一個市集 我們就是按照這個國中部跟那個高中職部的一個一個窗口 就是分散這個領取的一個窗口 四個窗口分流就怕本來沒事的因領快篩世紀群聚染疫 病毒前人人自圍派能早日走出疫情陰霾 TVBS新聞 劉欣奎 張米如 宣童 基隆報道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